Ligold394 以后的String 我们给出了我们一个Input 是一个String 然后我们解析出来 然后比如说这个3 意思是说是中国号里面的String要重复三次 比如说三个A 重复三次 然后两个BC要重复两次 BC要重复两次 就是BCBC 第二个例子就是3 中国号里面的要重复三次 然后这个先解析出来就是ACC ACC 重复三次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 看看怎么怎么处理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中国号 代括号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用的是对战来解决 对不对 因为左括号 然后进战 右括号 出战 所以这到底我们同样也这样做 然后呢里面既有字符又有数字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两个对战了 stack int number stack 然后 stack string 叫做 string stack 是不是 这两个 用两个 stack let's go 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呢 当我们的这个是一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是把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以后我们遇到了 首先给一步 extract number extract出来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遇到了组号 我们要进战 把3把3保存下来 然后再去便利下面的2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是遇到了 em f 左括号 我们是不是要进战啊 push push stack 那么该怎么push呢 不是我们的3数字可以push 有进去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number stack push number 叫current number 然后呢 我们的current string 解析到这个的时候 current string是不是空的 我们要不要叫它push进去啊 看一个例子我们不用 但是看第二个 a和r r和a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编列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把2个push进去 但是a我们要把push进去 要的 因为我们编列到2和a 编列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下一步就编列碎了 但是a我们又暂时不要处理 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a 要和2c 2中文号c 一块处理 所以我们还要把number 要把strim current string 也给它push进去 current string 但是刚开始我们就把3push到stack了 这个时候呢 3 刚刚编列到这个的时候 因为current string是空的 是不是 我们要把一个空的push到strim stack里面去 然后接着下一步 然后接着下一步 ok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进了下一步以后 我们push完以后 我们就是不是要 解析到字母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字母给它解析成一个strim 我们就要把它叫做current string 就等于abcg 这个时候呢 abcg我们解析出来以后 我们接到current string 因为解析到章前了 然后再接下来呢 就是2了 数字2了 就遇到数字2了 也就是number 如果是number的时候 我们就把number 解析出来 就是2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遇到了一个组合号 是不是 组合号 我们就要push了 又push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2 再push进去 number stack 这个时候stack里面就是3和2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current string 就是abcg abcg abcg我们也 我们也push进去 abcg push到 strim stack 因为我们下一步要 要去处理c 当作我们current string 到这个组合号里面的时候 以后 所以我们要把之前 我们继续到的strim 给它push进去 然后现在下一步的话 就push到了c 然后current string 这个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c 要把记住哈 我们push完以后 是不是要把current number 就模仿成0啊 然后current string 也把它设置成0啊 因为结果都push进去了 是不是 就是 然后这个时候current 好 push完以后 我们等于接着到下一步 就走到了 啊 这个组合号里面是c了 我们current string 就点c 然后呢 我们就遇到了 诶 用口号了 就是case4 如果是用口号 如果是用口号的话 case4 这个时候呢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把 因为这个时候用口号里面 current string 是c 然后number呢 我们已经在对战里面了 我要push出来 要给一个是current number 就等于 其实我们可以也不用 啊 废话是状态 current number 其实我们不用设置成0 因为每次更新括号的时候都会更新current number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用把它设置成0了 然后呢 current number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时候current number就应该是2 对不对 current number等于2 然后current string current string等于4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repeat repeat current number次 然后呢 tempot string 加等于什么呢 加等于current string 做完这些以后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 2c这个 已经解析完了 这一步repeat 完以后 然后我们就要 把它和 strim stack里面的 abc 拼起来 重新更新 叫current string 因为我们已经是把它那个repeat完了 就可以 重新更新current string了 相当于这个消失了 我们处理完了 以后就完了 现在的 current string是什么呢 就是tempot string 是我们repeat完了 两次的 两次的 cc 然后再加上 加上 加上我们现在 strim stack里面的 strim stack and top 是不是 就是我们现在 之前解析完的 abcg了 就变成了current string 是不是 或者我们不叫current string 就是current 括号 st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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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 啊 真的不行 看这number 还真的得等于 number stack 跟top 还是 确实是得按照 直接继续进来 不能这样乱动 不能这样的生 然后再repeat repeat完了以后呢 tempot string 就等于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 就是abcg 然后cc 它再重复三次 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了 这个就是这道题的逻辑 好 我们边看代码 边写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用stack int 我们叫做number stack 再弄一个stack 再弄一个stack 叫做strim stack 叫做strim stack 叫做strim stack i 轻轻了呢 我们就开始if了 if s i 又是说是当前的 我们这个i 是不是一个数字呢 它大于0 并且SR要小于9 那这么说它肯定是个数字了 是不是 但数字的话 你们也没有说数字多少位 可以是3 可以是345 可以是100 可以是1000的呢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 还要进行一个 积聚出来 是不是 但是积聚出来以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东西 Int 叫做什么呢 叫做CurrentNumber 0 StringCurrentBreaket BreaketString 我们就要tg它现在 tg它有时候呢 我们 因为它是字符嘛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用到 substring进行截取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其实例子 i 那我们该怎么弄呢 然后就像我们对这一个 就像我们对这一个 startsindex sib 等于0 就是start index 就等于 0 加等于 i 然后呢 well 它是 si 是一个数字的话 数字字符 就让 i 自增 往后推 往后推 一直推到 si 不是数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呢 current number 又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提取出来 是不是 s.sub string 其实地址的话是 start id 然后结束地址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 i 的位置肯定不是一个 微小径环 break 的时候 肯定 vr 的位置不是一个数字字符了 所以就应该是 i 减去 1 是它最后的一个 index 数字的 index 再减去 start index 再加 1 这个是整个的长度 然后呢 加1和减1可以给消掉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就把它一个 sub string 解决出来了 要把它转换成一个 current never 就是 int 型的 那就是 s 呃 就是 s to int 这个减数 这个减数 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 正型 这样的话 current number 我们拿到了 拿到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紧接着下一个哈 这个拿到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 看看好我们看看我们的例子 三个例子出来的话 下一个肯定是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可是用一个 if 一句一句 check 一下 check s i 等于 左边的中够号 哎呦 我们看到这边哈 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为什么不用 else if呢 原因是因为 我们走完这一步以后 我们下一个当 i 在 break 这外远循环的时候 i肯定执行的是这个中够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将走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而不是直接推出来到 直接进行下一个 i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i 肯定是等于中够号的 为什么 因为数字后面肯定是跟着一个中够号 我们接着数字中够号 中够号的话 我们按照以前的逻辑的话 是要 push 对站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把 number stack push push什么呢 push的是 current number 然后呢 string stack push push的是 current bracket string 当前的括号里面的 string push进去以后 然后current number over等于0 current bracket string 等于空 email 紧接着处理括号里面的迭代的下一个中够号里面的数据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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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什么呢 else r 等于 又括号 等于又括号的时候 按照我们之间的逻辑的话 是不是要先把current number 也就是说 等于又括号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了 然后呢 我们 就要把它进行一个解析了 解析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得把 current bracket string 知道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current bracket 我现在看到另一个 int repeat 等于什么呢 也就等于2 是不是 2的话现在已经在对战里面了 对战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拿出来 就等于 number stack 编 top 然后呢 number stack 编 pop 扫循环 先不扫循环 我们要 根据我们的例子哈 我们走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的current bracket string 就是里面c 它没有 它在什么 没有进队站 因为我们是 当左括号的时候 进队站 一括号的时候 破不出来 然后中间的这个current bracket string 也就是括号里面的内容 还是我们 刚刚刚刚刚刚已经解析过的 刚刚拿到的 我们就要 然后 扫循环 扫循环 把 int j int peep repeat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current string 再加上current string 变成了一个新的 string 我们就要 重新另一个叫做 string temp 等于空 temp 加等于current string 对 要不要进行这个呀 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 我觉得 current string 加等于current string 看看对不对啊 temp 还是老老师帐干吧 temp string 加上current 新的temp 然后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里面的解析完了 解析完了 解析完了就变成了一个比如说2c了 temp 里面就是2c了 2c呢 是不是 要更新 就是说正好这个时候呢 2c cc cc 也就是说没有没有没有中国号了是不是 就是说现在的当前这个更新完了以后 那现在当前的中国号里面的词问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了是不是 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的current 对 然后当前的current中号里面的string就变了 变成什么了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string stack.top 再加上temp 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 嗯 那进行加个stack 加个temp了不用加了 current stream吧 也不对不对 还得加 还是得加 为什么呢 如果我刚才这样做的话就是重备双倍的加了 结果就是错的了 对不对 按照这样加的话 current stream就得到了 得到了以后呢 然后 我们就看看就没有别的了 就当前的 当前的 中号里面的数据更新完了 更新完了以后 再一个else 再一个else current 加等于什么呢 加等于sr 对 剩下的情况就是我们遇到了extring 就把它加进去 current的中国号的string 加进去 然后return什么呢 return的就是 当我们所有的处理完了以后 我们return的就还是一个当前中国括号里面的String 对 所以我们要return的是 当前中国号里面的String 因为它加上最后 的优化号解析完了以后 就等于重新复制了一个中国号的String 这个不行 看起来 这个不行 看起来 int p repeat 还是不行 int i i 小于 哎 repeat 没错啊 那还是按照老师的做吧 t j 等于0 哎 你看 j 等于0 j 小于repeat j 自增 好 一种author 看看哪地方错了 32c 多了一个a 3 多了一个a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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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si current brickstree 没错 没错 加上temp temp 加上temp temp 没错 那么stack pup 如果 numberstack temp 我再点他为什么会多了一个呢 seus a c a c a a c a 这说明多了一个 哎 嗯 刚刚为什么 太阳不加上他加等于他没错 后的话哎 我难道是把它扑视进去了 没扑视进去的 没有多扑视啊 数字的时候加进去的没错 然后走过号的时候 然后要push进去 然后等于这个走过号的时候呢 怎么感觉好像是current break a string有些没有更新 没有没有清零 导致的 哦 我可能知道了 这儿了 nestream stack 做完以后是要poped 然后弄完以后是要pop对不对 那么也一样 这儿呢 上一个大孩子 嗯 去对了 好 提到一下 嗯 这个Tesk都过了没 Tesk都过了 到Number有TopRepeatNumber 所以CurrentNumber 不许进去CurrentNumber就等于连拨完以后 然后CurrentNumber RepeatNumberStack就跑不出来了 我错的是哪个 RoundZor140Code 100欧米铺 100没有解析对吗 001写进去了 看看吧 CurrentNumber 大于0 CurrentNumber 数字的话 然后 CurrentNumber 数字的话 CurrentNumber 大于0 CurrentNumber 大于0 小于等于9 对 我去就过了 好